10月21号 为期三周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落下帷幕 来自加拿大的华裔钢琴家刘晓宇摘下比赛桂冠 成为历史上第四位夺奖的亚裔钢琴家 也是史上第二位华人 肖邦钢琴大赛每五年举办一次 本届比赛原点于2020年举办 因为疫情原因拖延到今年 比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500人创下新高 经过评委层层筛选 最终来自10个国家的12位选手进入了决赛 这也意味着今年的比赛规格远超预期 可能也是肖邦钢琴大赛近百年历史上级别最高的一次 赛后 作为评委之一的钢琴家陈萨说 刘晓宇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是他在演奏时的活力 他很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 并且有着强大的执行力 去年年底疫情期间 刘晓宇曾经接受了欧视TV的远程独家专访 即使那时的他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他依然在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创新 就是这样一份单纯的专注让他走到了今天 作为一个年轻的音乐家 你看你现在也很年轻的20出头 接下来录还很长 但是你已经是到世界各地去演出了 而且也拿过不少的大的奖项了 那你接下来觉得还在哪方面可以再继续突破呢 这个音乐真是一个无止境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可能最难的啊 就是比如说每一个阶层 它都有一个阶段达到一个程度 但我觉得最难的是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 就是不停地创新我觉得是 因为你到一定程度以后 总会遇到一些瓶颈 但是怎么样继续找到新东西 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 一辈子在追求的东西 按照惯例 肖邦钢琴大赛冠军将举办全球巡演 唯本音乐很快宣布 将负责刘小宇在亚洲多地的巡演 按照计划 刘小宇亚洲巡演的第一站是韩国首尔 11月27号 他将与首尔二月乐团合作 中国巡演日程将择日公布 中文时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